无党籍台北市场参选人黄珊珊 昨天是在这台北市一大学 举办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结果遭到了蓝绿议员批评 说是政治力进入到寿源 违反了行政中立 对此黄珊珊阵营回击了 说租借流程是合法合规 限制加码反咬了国民党台北市场参选人蒋万安 说她近期不少的造势场合 也都是在台北市侠内的国高中寿源 不过对此蒋万安同样强调 自己也符合规定 突破防守转身运球上篮成功 国民党台北市场参选人蒋万安 一身运动装扮和YouTuberPK篮球 运动场馆门口这行政中立的告示牌 近期可成了攻防焦点 台上亲自现身对手黄珊珊25号 选在台北市立大学举行竞选总部 成立大会招批政治力入侵校园 市立大学早在109年就通过他们的校务规定 里面明文规定的学校可要拒绝这种政治竞选类的活动 黄珊珊的辞职只是一个幌子 他的暗黑影响力还是继续寄生在市府 还是继续享用市府各种的资源吗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想象 黄珊珊如果要选台北市市长的话 应该要做模范 要做好的榜样 不应该带头违法 男绿骑身抨击黄珊珊又再度违反行政中立 黄珊珊阵营不甘示弱 条列出近几个月 蒋万安前进台北市内湖高宫 南港全德国校 达安精华国中 新义国中 大大小小的造势活动 同样借用学校场地 反抢蒋万安也是政治力入侵校园 我们都是符合高中学校以下 学校场地使用办法相关的规定 都是合法合规 我们大概就是全部都合法合规 选战到处关键时刻 各阵营竞选活动场地 该如何挑选也得小心谨慎 以免违反行政中立被拿来 大作文章 记者吴永安廖伟红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